嗨 各位 我是你 好久沒有跟各位來介紹燈 這次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Vision維基 R70 RGB LED 補光燈 裡面的盒裝配件主要就是 LED 燈本體一個 使用說明書 還有一條長度蠻長的充電線 非常細的六角板手 還有一個雙頭冷靴 這邊四分之一 這邊是冷靴的 好的 這款R70 RGB 補光燈 拿在手上第一個手感的感覺就是非常的扎實 因為它整體是採用這種鋁合金材質打造的 摸起來非常的冰冷 有助於散熱 整體手感也非常的好 也相當的耐用 同時它內置5000mAh的鋁電池續航 官方宣稱可以來到10個小時以上 透過Type-C接口 我們可以使用PD快充 所以在續航電力方面 已經給了最高規格 我們先不要急著開燈 來聊一下它的整個設計 你可以看一下 蠻特別的 它是磁吸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整個吸到金屬上面 你看非常的方便 那在固定方面 它自己配備的這個支架 非常特別 非常多的玩法 往後簡單的一折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桌上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 它的燈的本體上面 已經有一個四分之一的接口 這個支架上還有五個 一二三四五 它還有五個接口 而且這個支架還可以折 那這邊還有一個轉 360度的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玩法 你可以把它折的很奇怪的形狀 你看 看起來有點像大岩蛇對不對 就是你可以 它每個關節都可以折 非常的超可動 而且 整個有這種阻尼感喔 折起來的手感非常的好 好 我們可以折成這樣 總之就是根據你自己的需求去折喔 那它比較特別的這邊呢 它有附一個冷靴的接口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這個麥克風固定在上面喔 是相當的方便喔 提供了固定上多一種的選擇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使用腳架 我這邊有一個這個Vision VK13的雲苔腳架 你可以看一下 我已經買很久了啦 那你可以鎖上去 任何四分之一的孔你都可以鎖 鎖上去呢 你就可以站起來了 然後你也可以隨便鎖 很像那種美術館的作品一樣 藝術品一樣 你可以隨便鎖 看你像怎麼鎖都可以怎麼鎖 你也可以使用它這個 雙邊的這個冷靴的轉接座呢 轉起來之後呢 你可以把這一邊 固定到相機的冷靴上面 把它放在你的相機上面也是可以的 看你怎麼做使用啦 那這一款Vision的這個腳架也蠻方便的 你看 它的這個四分之一底座可以轉過來 轉過來之後呢 上面也是一個冷靴 我們也可以這樣安裝 所以它整個玩法非常的多元喔 好的我們看到側面喔 所有的控制按鈕都在這邊 首先第一個看到的是這個電源鍵喔 長按就可以進行開機 你看已經亮起來了喔 那短按一下呢 它會暫時的關閉 再按一次它就可以打開了 同時後面它這邊有顯示屏幕喔 而且它不是單色的 感覺蠻有質感的 那第二個呢 是調節亮度的 你可以看 非常的暗 那我往右邊 它就變非常的亮喔 這是調節亮度的旋鈕 第三個這個上面寫一個M 它是功能鈕 短按的話它可以進行一些模式的切換 有CCT模式 RGB模式跟特效模式 我們來試一下 你看 這個它自動有一些色彩上的變化喔 切換到一個模式了 這個是另外一個模式 再按一個呢 就回到原本的模式喔 那最後一個是樣式調節的波輪 比如說我在這個模式下呢 去調整你可以看到 顏色有一些變化 那同時間後面這個顯示屏 你可以看 它數字有在跑喔 給各位清楚看一下 那我再按一次這個M 那它裡面共內建了20種效果喔 那像第一種這個是景色Cup Car 紅藍燈在閃爍 第二種是Ambulance 就是救護車 那第13是一個這個算是閃燈吧 狗仔的閃燈 它有很多種內建的模式 同時間我們當然可以透過旋鈕去調整它的效果亮度喔 再來Emergency 緊急的黃色的燈 然後藍色閃電 Green Flash Red Flash 這是一些效果的模式 上面有這個Sync 16 場景16 算是可玩性滿高的 你可以選你比較喜歡的效果去玩 那我個人是比較常用這個RGB模式去做一個 氣氛的藍色燈打燈的動作 我們可以去調整各種不同的顏色 那還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就是調整色溫 從2700K到8500K 比較暖跟比較冷 你自己可以去根據你的需求去使用 好啦 最後簡單總結一下 這款燈它的顯色性我覺得相當的不錯 那在功能上也非常的豐富喔 從最簡單的色溫的模式調整 RGB模式調整以及場景 這種特效模式調整 有一些警車啊 救護車啊 火啊 閃電啊 煙火或者是電視 甚至有一些緊急的燈光 雷射啊 脈衝光 非常非常多的場景你可以去做一個選用 那再來它整體的製程我覺得非常的好 從它這個雙色的顯示屏幕啊 顯示的功能是滿詳盡的 看起來也是非常有質感喔 那它也是發光的 所以在比較黑暗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相關的數據喔 整體的材質是鋁合金打造的 非常有質感 非常的堅固耐用 再加上這個 類似魔術手設計的這個支架呢 使用起來非常的彈性 非常豐富的變化 再加上我有注意到它盒子上面的這一段 Safe Money on Light 好燈不貴 也就是 他們Vegen說他們的定價不會很貴 我覺得這一款燈啊 它的配置以它的售價來講 真的是算還不錯 最後再加上內置500毫安時的靈電池 續航達到10個小時以上了 並且還支持快充 我覺得這款燈應該暫時沒什麼好挑剔的 那唯一我覺得還可以改進的地方 就是它可能可以出一些配套吧 讓它有一些揉光照啊 或者是風潮狀的這種聚光燈效果的遮罩 讓使用者啊可以來做一個選配使用 好啦那這個就是今天非常簡單的Vegen R70 RGB的補光燈的簡單介紹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上網搜尋了解更多的資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囉 之後我也會持續分享更多 關於科技3C的影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持續關注訂閱我的頻道 也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夠掌握第一時間的影片更新 好的我是Ni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然後 publishers алог Radiation erstmal低一點 啊 就不慣了 之前的KR 還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